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长坠 今天继续讲乌尼灯的核心思想 今天讲的是自省,万物有没有自省 老佛经,老佛教就说万物是没有自省的 当然,但是老佛经,他是写的时间太久了 他对联系思见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有很多称吐 说没有自省,大家都喜欢吃饭,没有喜欢吃屎的 这个饭是香的,那个是酸的,苹果是甜的 酸甜苦辣,辣椒是辣的 什么饭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怎么能说都一样呢 是吧,人你看有坏的,有好的,是吧 有善的,有恶的,怎么能都一样呢 数学有好的,有差的,是吧 有考一百分的,还有考二十分的 这个怎么能一样,是吧 所以说就是有无限的差别 怎么会没有自省呢 所以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佛法的自省 呃,我们这个大家接触过乌尼登就知道 我们这个讲过一个,我讲过一个万法归零 不是万法归一,万法归一不就没有自省 一也是自省,万法归零啊 万法归零的核心意思就是一种哲学思想 这个就是呃,万事万物,任何一个事情 任何一个人,从所有九度观察 从所有时间观察都是零 就是说,矛盾的双方互相遗传 互相转化,如果从所有九度观察 所有时间观察,这矛盾的双方都是零比零 是个零啊,这个 为什么呢,你观察的时候不是零呢 就说你以为观察九度抖制的啊 或者说你观察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呢,他他不是个零啊 呃,这个呃,如果具体的一个个人或者一个事情啊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人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这有很多人说爱因斯坦这个不是复述啊 是吧,这个成绩很很高啊,是吧 相对论,是吧,帮助制造了原子弹,是伟大的科学家 他这个就是有观察九度,有观察时间抖制的 就是说,事情本身是没有自信的 没有自信有个前期是所有时间啊 所有九度观察是没有自信的 他有正面,有反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是吧,这个好跟坏加起来正负机休 所以是个零 所以呢,你说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那你从这个呃,你的有限九度加有限时间抖制的啊 他这个伟大的,伟大的,伟大在哪里啊 是吧,伟大跟渺小是同一个事情一起两面 你看到的,看到了伟大,他就有渺小 是吧,你看到了好,他就有坏,坏没看到,只看到一面好 所以你觉得是好 他搞这些科技啊,对增呢 任何人的科技发现,科技进步 对增会引导这个时间争取 对增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啊 这个对增会快速走向毁灭 所以说这个呃,你看这个更业革命以来啊 更业革命以前那个物质灭绝是非常非常慢的 你要业尼安人是吧 在北美南美活动了两三万年 七八万年也滑进都没什么变化 真真某某,你看这个科技大革命 更业革命之后啊 到现在一百多年 百分之八十三的野生动物已经灭绝了 没签灭绝一百多个野生动物啊 这个是个快速毁灭 所以说科技这个呃,科技大爆炸 所以说这个更业革命 它是你说它是个剑步 那你是从你的角度观察啊 这个但是从正生的角度观察 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观察 所以说或者说从可持续发展观察 从人类的千秋万代来观察 那就是恶,大恶,巨恶啊 导致是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虚弱 最终崩溃 最终人类灭绝 所以说自绝繁木啊 任何一个发展一个剑步都是自绝繁木 那你这是你说自绝繁木是从法面来看 所以既从正面看又从法面看 长期来看是正负绩效等于零 所以说呃就是任何一个事物 任何一个人都是零 任何一个人的成绩不应翻写啊 不需要翻写零啊 任何一个事情啊好还是坏零 不应翻写任何事物都是零啊 翻写完了以后也是零啊 所以说你翻写的过程中 你看到了好看到了会 但是你要拿算盘子交一交 是吧 是吧 借年是好 明年呢 后年呢 一万年之后呢 是吧 千秋万代之后呢 是正和运算 正面法面 所有九度上上下下 所有正生 是吧 人的九度 野生动物的九度 所有九度全部观察一面 任何事物都是零 任何一个人也都是零 所以万法归零 所以这个自信是说的是 从所有九度观察 所有时间观察 自信是零 万法归零 然后这个呃 有自信 那是有从你的观察九度 有限的九度观察 有限的时间观察 这个就是零 所以事情也是这样啊 有人欺负你是吧 这个你要想到怎么去反抗啊 怎么去强化自身啊 人家就批评你是吧 有时候批评你 否定你 有时候比表扬还好啊 支持者见乎赢嘛 人家批评你说你普通话不好 那你你不要生气啊 普通话说的好一点 可以更好的跟大家沟通 是吧 应该应该起高啊 是吧 这个不对吗 难道 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所以批评 不一定是个坏事啊 表扬不一定是好事啊 有人表扬你就好吗 说你本来整钱吃垃圾视频 胖的很厉害 有人说啊 你看看你在想佛 胖了 这个太好了 越胖越好看 这个表扬是好吗 鼓励你去继续吃垃圾视频 好吗 大家觉得 所以说任何事物啊 这个好跟坏啊 善跟恶 那都是观察九度都值得啊 不是事物的本性 事物的本性就是个零 就是不应 不用想 不应问 不应言 不应翻识啊 万物归零啊 从所有九度观察 所有时间观察 万物九度归零 但是呢 这个修行的目击是什么呢 那既然万物归零 是不是撑了神像也是零 其实撑了神像也是零 大家不觉得神像有什么留不起 那神像就相当有人当着官 人当着官 是个神 是吧 这鬼当着官是个神 人当着官是个官吗 所以说 鬼当着官是个神 你说有什么可承败的 等你剁了鬼以后啊 是吧 你也可能当着鬼的官 你也可能成神啊 这个成神也是风水落流转 轮到你就行了 不是说有多高的修养 多高的本事 钱是多了 多少好事 没有关系 是吧 所以喊笨的人也可以当当皇纪 也可以当总统啊 那个建会计是个傻子 不可以当皇纪吗 是不是 某个大国有一个八十多岁的 有人说他老年吃的 人不也可以当总统吗 所以说风水落流转 来到你了 就是你就当上去了 这个也不见得是好事 是吧 也不见得是好事 好跟坏 各自一半 都是个零 大家 你何必 这个人生饿死呢 何必这个他图富贵呢 是不是 富贵跟贫贱也是零啊 物极必法 他矛盾双方 永远是互相依团的 没法隔离 可以说我永远富贵 我永远贫情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贫情跟富贵啊 就是一只手的两面 等你这个富贵越来越大 达到最后的时候 他算家就变成贫贱了 富贵可以 算家变成贫贱 物极必法嘛 你看这个有个大楼 是不是 本来是个座上宾 是吧 这个房积产的 是吧 争国首富 那啪一下就成了街校球 进了看守所来 抓起来了 所以说你看 所以说富贵至极 就是绚丽至极 归于平淡 这个太阳也是 哎呀亮亮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都会一爆炸 撑了个黑凳了 是不是 物极必法嘛 撑了对黑的东西了 什么光线都发不出来了 你看物极必法 太阳 你以为前你会想到 太阳变成黑色的吗 会的 是吧 会的 物极必法 所以说这个富贵 这个贫贫 都是都是严云 都是一直守着两面 这个 所以说你 你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说富贵是没有干击的 富贵无干 偏情是有解的 偏见 偏见见到最后 是吧 劈极太来 就就就就风水乱流转 就发达太了 这样是理解的很多 你观察要想生活人很多 是吧 对这个 呃 这个自信啊 个性就是这样的 那修行有什么意义呢 修行就是 你能够这个理解这种 呃 哲学啊 这种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 这个 万法归零的哲学 也是乌尼登的这个 修行法卖的核心思想 万物归零啊 就是 不是因为 所以所以 为乌尼登为什么要将决的跟这个 英国波影切割呢 英国波影 他 他不是个哲学思想 是吧 他观察不到 社会生活中啊 历史任何事情都观察不到 没有凭证啊 有人说怎么没有凭证啊 你看英国波影的例子很多 大部分都是杜撞的 是吧 你看英国波影的例子 有几个带着时间纪点人物 是别人也可以去核实 都找不到核实的 相信英国波影 波影该相信太阳是黑色的 一样 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英国波影 我说我告诉你 太阳是黑色的 你相信吗 很多人说胡说八道 太阳是 是不是最光明的东西 太阳 有黑色 黑色就是黑色的 如果你只看太阳的黑色 那太阳不是黑色的吗 所以说 相信英国波影也是这样的 是英国波影 也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是不是 但是呢 你说 你把它当成普遍存在 那就是 就是就是 偏情偏现了 是吧 偏情偏现了 所以呢 这个污泥灯是不限英国波影的 污泥灯现在是 呃 这个 呃 一种呃 辩证的哲学啊 是一种辩证的哲学 就是刚才说的 万法归零 不是万法归一啊 万法这个差别到了 万法归零啊 归零才是坑开始五 万法归一是什么东西吗 是不是万法归零 这刚才讲的这个自信啊 那刚才那说来说去 那这个修行有什么意思 呃 这个人是个零 是吧 任何一个人都是零 任何一个 这个事情是吧 你做个事是吧 盖所房子 盖所房子 是吧 开发房具产 搞企业 是吧 抓了钱 都是个零啊 这当领头 是不是当领头 跟当演员一样吗 是吧 这个 所谓的政治领头人 都是这个国家一级演员 这也是一种表演吗 是吧 大家都是都是演员吗 是不是圣诞进出各种酒色 都是个零啊 最后都要死 是吧 都死 死了还不一样吗 成仙脱胎 这个乱零 跟你表现 再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有人说这个做的好 前世做了多少好事 是吧 这辈子 你看想服 想什么服吗 说你看当上官了 当官怎么就 是吧 这个当官 他无受贿 是吧 压迫老百姓 这就是服 是吧 所以这个当官 不等于说这是是服 是不是 金头鹤浪 任何一个权利权贵 那个位子啊 这个王座 你看 都是一将成名万古枯 就是你有经诉 多少金头鹤浪 是吧 这个 是吧 不见的就是好事 所以才有人 这个引流击退 他这个 释迦布尼 所以说一个小酋长 都不当了 是吧 老婆孩子不要了 是吧 这个 当然佛教徒说 他是个小国王 国王不干了 基层人 是吧 干瓶乐斗 当乞丐 国王不干 干乞丐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一种修行的智慧啊 修行的智慧 就是在他看来 当国王该当乞丐 没有区别 万法归零 有什么区别吗 是吧 什么成就吗 任何人的成就都是零 那有什么成就吗 他有成就 有建设的一块 有破坏的一块 结合在一起 不是个零吗 政府绩效都是个零 所以说 那有人问了 那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人生的意义啊 是追求 没有意义的意义啊 这个意义 也是 观察角度导致的 是吧 所以说 既然万法归零 其实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 对于 你通过这些 这些生活中的修行 通过这些检验 这个啊 经受诱惑 然后呢 这个 良心自安 就是 逐善奉行 逐恶莫作 良心自安 不是为了追求什么 好报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一生做件好事 是吧 忍辱负证 这个 别人打你 骂你 是吧 欺负你 你老老死死一辈子 下一生 不见得 就给你 换一个角色 让你去欺负别人 也不见得 不见得让你就是 欺负 什么没有 死了就一切勾销了 人一死 这个演出结束了 前后话断 没有什么 根本就没有 你死了以后 你就觉得 很多事情 你做的不够不好 是吧 一死了一看 人家这个 日版鬼子 杀了中国这么多人 是吧 人家不照样偷胎 什么啥事没有 所以说 所以说 你死了以后 你就知道 人家的针灸 为什么在灵界 没有任何机会 是不是 有什么机会 大家一看 是吧 什么自杀的下机遇 去了一看 什么自杀的 人家和似乎 衙帽 热情款待 啥事没有 所以说 这个人世间搞的东西 都是一些灵 都是一些 这个宣传 一种宣传 这个 所以 这个 人生的意义 那最真是什么 就是 周文斗 西子可以 这个 物人生 物德 大斗 这个大斗 大斗不是说 赌个什么经 多赌这遍就行了 这个 经受的诸诸考验 有人说 经受诸诸考验 一切都是零 干什么都行 不是的 错了 经受诸考验 是说 诸善奉行 这个善呢 没有大车 大物 你还能做出善 的 还能做 没有大车 大物 怎么能是吧 怎么能大部分都是扭曲的 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就是一个扭曲的社会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恶由善暴 大部分情况下 所以是高度扭曲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高度扭曲的社会里面啊 这个前人生的这个进步和修行啊就是真的要经受这个诱惑而足够的修炼出来这个足够的魄力啊这个打这个无负这一生啊不是说这一生老老实实的是吧人家这个把你欺负死了你也这个呃不敢反抗这样的人这不就这个呃修行呃成根啊这不不就不就不就这个大车大物啊 不是说一个人不杀就不是大车大物要杀人称千上万也可以是大车大物大车大物与你 是不是这个如果日本这个亲活是吧人家那些将军是吧呃呃 苏利人活没了两万日军这个你说他是下机遇还是上千堂 说这两万日军这个屠杀中国人无情无尽是吧呃苏利人活没了你说活苏利人是下机遇还是上千堂 所以说不是说所以说这个说来说去啊这个就是 就是就是你做什么事不挣勇但是呢你无负良心在机遇啊不能辜负你的良心啊 逐善凤行良心良心良心自然啊 接二就是呃大车大物啊就是这个理解的啊这个 就是所谓的大车大物就是就是得斗这个斗呢这个所谓的斗就是可以呃 你可以算监呢不是机械的算任何事物是个零你能够看到这个零能够看到他一半正的看到一一半负的 然后呢在你脑子里把它加成零有了这个过程才是这才是大车大物的过程呢啊就是任何一个事情 比如说具体的说别人批评你是吧所以你你这个工作做的太太差了是吧你这个节目啊这个采访啊你讲的太多了是吧你应该让人家多讲 不要随便打断所以你要想到这个是不是人家说的很正确所以说要支持着见乎赢啊这就是把人家这个批评呢去看到有正面的一半又看到呃好的一半坏的一半 然后呢把好坏这个好对你有益的有有助于齐高健步的你吸收进来是吧然后呢你能平衡啊你能看到正的一半负的一半然后你在你脑子里把它先里把它归零啊有这个过程就是修行的这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是吧有些人的下别人不同的挂念啊所以我说 所以我我这个谈验过波影我这也是说验过波影这个思想这个是吧这个有他有利的一面也有他不利的一面啊他这个呃更多的情况下这个验过波影思想会导致这个呃给啊这个作恶者性安理得洗刷给这个受害者呢而套上了一个枷锁 所以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健步靠的是法治是吧所以你这个作恶不成法啊是吧让受害者去去自责这样的呃理念能呃进化社会道德水平吗所以你把那一辈一一所有人活没了两万讲解石有打量是吧有魄力把剩下的98万全部审判一个个的审判不要拉杀无辜有没有在中国拉杀无辜散片散判这个日本人每一个视频他说一下 他说我杀过平民那就救济枪决就行了吗最后你会发现是98万一个不留全部枪毙了日本9898100万士兵在中国迁华全部被枪毙了砍了头你说日本还敢再迁华吗是吧你把日本人全放走了是吧大要大白来杀了中国人2000万最后大要大白回国了然后还会再杀回来的所以中国人太好杀了杀完以后啥事没有可以随便回国你说这行吗这个靠靠佛教治国 能行吗所以说佛教治国那这个国家就撤几款了 你就你就你就看看这个强龙皇际怎么对这个蒙古人进行这个呃腾治的啊前面的节目也说了是吧蒙古人 强龙皇际说对付蒙古人打是我们是打不过的我们这个马州人一更才30万是吧呃退掉女生还剩15万男人 在退掉这个老的兽的净多10万兵要腾治这么大个争国4亿人的争国还有这个这个是吧还有一大片的蒙古领土啊怎么腾治啊所以呢就是建寺庙 这个这个建寺庙在蒙古各个地方建寺庙鼓励他们信佛这个呃 强龙皇际说在蒙古地区每建一座寺庙就等于减少了10万蒙古兵啊啊啊这个这样年轻生的寺庙所不能生孩子了吧是吧然后呢信了佛以后这些士兵就没有战斗力了吧你去你他信了佛了你去砍他一刀把他头砍把他砍下来一敲胳膊或者把他砍死他都不敢去杀你的是吧信了佛了不愿意杀生怎么当兵吗怎么去给予外国签略吗 所以说蒙古这个赤城这个欧亚大陆啊这个呃两百多年到了这个四百多年三百多年到了这个强龙皇际时期彻即垮台了蒙古完全没有战斗力了全民信佛哪有战斗力啊是不是人家把你全家杀了你就说强势我们杀人家全家所以咱全家被人家杀了他不去反抗啊所以你看所以说这个 全家是全民羡慕佛是不是全民全民毁灭所以印度现在还是个奴隶自国家是800年前是婆罗门人家现在还是婆罗门是吧你是最极等的那个最基层的是吧你还是最基层你还是奴隶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这个呃英国波影思想啊所以存在巨大的缺陷啊嗯然后呢主要是不符合事实啊这个呃观察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说 这个这个呃善恶千万不要误会了好像我说否定言国波影就像我鼓励大家作恶一样是吧这个 刚才我说了诸恶误作诸善奉行良心正安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这个一生否则你死了以后会非常后悔啊因为一切都是个灵你做那么多坏事伤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说有什么意义吗 啊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你伤害了无辜的人伤害了比你虚弱的人伤害了比你更虚弱帮助的人你说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毫无意义啊是不是啊你的人生毫无意义是个浪费啊做坏事就是个浪费啊人生啊所以所以通过社会制度来来保护是吧要要鼓励这个老百姓这个 要有法抗精神对这个罪恶啊没有法抗精神这个民族是不是彻底就垮了是不是人多不经营人多就切萝卜一样全部人家就切了嗯 所以说来说去啊这个呃我的核心思想啊就是人生啊确实是啊这个呃一生啊非常短暂啊这个呃每一生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啊 嗯来来来回回的这个做一世人也不容易所以说我们这个招完道息死可以啊这个意思就是啊呃修得大道啊这个呃然后呢争取呢这个也许啊也许真的得道之后啊修成大道啊这个所谓的修成大道啊其实就是大车大悟嘛是吧六族惠能说过了任何普通人啊经过修行 明先见性这个完全可以这个大车大悟成佛六族惠能啊其实根本就没有讲这个烟果报应的问题所以呃这个老佛就在中国勾了两千多年其实对我看来一个说是度千百万正生啊成佛 其实我没轻说过任何一个人啊学习念读佛经成佛的大车大悟了因为这些经里面的东西跟大车大悟完全相反啊所以说大车大悟这个是啊这个六万四万八千法门呃我推荐的就是如果大家又又学大车大悟那就读道德经啊读中国人自己的佛经 道德经啊这个呃呃遗经黄金内经再发达圣经这是战争的圣经啊呃读道德经理解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理解这个万法归零啊就是矛盾的双方互相一团互相这个转化啊这个呃 他说每的每一次恶业是吧所以说高下祸福相依啊好坏这个事好疼一个事物啊这个疼一个人这个好坏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他不可能说这个人是传好的这个事传好的那个是传坏的是不传在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理解到这一点啊你也就大车大悟了啊呃 祝福所有的人这个好人一生平安啊这个祝福呃祝愿所有的人呢都能这个了断生死那这个再生死了然后呢大家都呢这个大车大悟哈大车大悟然后不入来回啊无上正正正决啊明显见性是吧到达平安这个光说得不行啊得实修啊所谓的实修就是先从这个理论上修读道德经啊你理论上读了 这些是不是这个经有问题怎么修啊是吧整天是吧七七四十九千投胎受精卵然后呢实践人啊我教查了一百个案例啊实践人教查了上千个是吧全世界所有的案例没有一个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千投胎受精卵的你说你读这样的经怎么能行啊 所以读经呢要读这个正经啊正经呢就是道德经啊老子的道德经啊这个确实是有无上的智慧全然力无上的智慧啊道德经是啊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就轮回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啊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